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泥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泥什么样的问题呢 迷茫的时候该如何面对 迷茫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 这永生永世 我们都在一种迷茫的状态 即便我今天觉得 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做的 但我也不确定 我这个事情做了之后会怎么样 如果要把这个迷茫的事情扩大 整个迷茫的问题 就会陷入一种头脑的问题 在身心灵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放掉头脑 你的那个最强大脑 在想什么迷不迷茫 有时候对我们的生活 不见得有帮助 任何的迷茫 都可以用一件事情来解决 只要你做做做 日常生活呢 从头脑创造迷茫氛围的这样的方式 转而用做做做的态度 你的迷茫感就会降到最低 生活呢就是要用过的 事情就是要用做的 光是用想的 你会让自己越来越迷茫哦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看看 每一个人都有哪方面的迷茫 而不是每天困在迷茫里面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行动力 怎么样突破你的迷茫区 转而让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可以好好的往前迈进 好 芷茵你选几呢 我选三 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 选三这张幸福卡叫做幸运之心 你的迷茫啊只要去找人寻求帮助 就有人会伸出援手来帮你 把你的迷茫啊困扰啊困惑放在心里就卡住 你去问爸妈也好啊问朋友 其实马上就被解决了 要善用哦 你身边有很多的资源 只要你寻求帮助 会是一辈子都没有迷茫的人 寻求别人的意见啊 叫别人跟你说一说 其实你很快就解开了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一的同学 选一的同学这张幸福卡叫做顺着流走 其实你们不是迷茫的人 而是现在啊 这个世界上这个局势你的生活 出现太多不顺利的事情 计划赶不上变化 原本你很笃定说我要做这个 就我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做不了 既然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不要那么执着于你的计划 反而呢你要很能够改变 配合这些变化 赶快调整转向 现在你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工作环境也产生了很多变化 那你就要变化啊 否则啊你不是迷茫 你是撞墙 那倒不如赶快转向 你就不迷茫了 也就顺着流走了 快速的转向改变是你现在哦 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2的同学 选2这张幸福卡叫做火星 这个时期是你的人生哦 要突破主动出击的时候 很多事情你停在那里 你卡住了 想啊迷茫啊都没有用 就是主动出击 这些行动呢 会取代那些迷茫的感觉 只要一动起来 你就不迷茫了 突破 你就找到可以进攻的地方 千万不是那种 裹足不前啊 在想迷茫的时候 主动出击 开始展现你的行动力 这是这个阶段 对你来讲最有帮助的 有时候我们的头脑太旺盛 反而呢 会干扰我们的生活 最后我们来解答选4的同学 选4这张幸福卡叫做顶轮 既然你现在很迷茫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更长的路 那你就好好休息啊 有些人呢 很麻烦哦 该行动的时候不行动 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 既然这个阶段 是你修养升息的阶段 静下来 慢下来 停下来 什么都不要想 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是我们要拿来修养升息 毕竟现在啊 你什么也想不出答案 你什么计划也想不出来 倒不如哦 养精蓄锐 韬光养晦 是你这个阶段最重要的 不是迷茫 而是在这个阶段 你最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 态度 面对你的生活 生活呢 有很多的变化 你的人生也有很多的计划 这个环境 还有现在 是不是你可以去施行 这些计划的最佳时刻 都是你这个阶段要考量的 你是需要休息呢 还是你是需要突破行动呢 还是你是需要改变 在对的时候 做对的事 才会让人生哦 迎来真正的成功跟胜利 加油 够够 每个人呢 要学会顺着流走 也要学会 在该休息的时候 好好的休息 黄豆泥抽幸福卡 下次我们再见咯 拜拜